有一个同修过去学过道家嘛 跟太上老君发愿做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解除众生疾苦 后来接触到心灵法门就知道 大多病都是灵性病 但单治肉体病不治本也治不过来 不如选择一份适合红靶的工作 弘扬心灵法门做心灵的医生 请师傅这个同修需要忏悔吗 他这样也没错呀 他这样讲也没错呀 找一份能够弘扬佛法的工作 你比方说你就是开个树的 树的那个排档大排档 你卖点树食你也可以发书啊 对不对啊 对那他曾经跟太上老君菩萨发愿 做一名就是说是医生将来 就解除众生疾苦的痛苦 这个也没问题的 就是说没问题 他只要跟南京菩萨讲一讲 他可以给转换的 从到家可以到佛家都没问题的 南京菩萨总要是管这个的呀 所以你跟求南京菩萨来帮忙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求南京菩萨和南京菩萨说说就行 是吧 南京菩萨我可以告诉你 他很厉害 他甚至可以跟 他就是在那个 我们说的是大日如来啊 还有就是西方教教上帝啊 他在他们身边的 在上帝边上的 有些话 我觉得只能点到为止了 你们知道就可以了 试试看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 自备开车 エン 开车 谢谢大家